一有空档去老人院 多去顾尾院去服务 没关系喂两只海鸥多快了 所以有些人还不认识海鸥 比我还不认识 我很了解海鸥 乌鸦海鸥 水里面的鱼 我有一次到日本的琉球岛 我们喜欢做替身 就捏面包 丢在海里面 那有些居士问我说 丢那些鱼吃树的吗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一次 我说来做个实验 捏好捏好捏好 那我们要到琉球 就要做潜水 对不对 到海里面去看鱼 我们要下去先丢 然后我们全部下去 一下去那些鱼都在抢那些食物 我说你看多好用 一块面包 捏一捏那些小鱼加菜 捏一下吃即解脱 因为我们捏面包 还会捏翁阿红 把自己身口浴所有功德 融入在这个面包 愿他们吃到以后 得到我们的功德 叫吃即解脱 所以那一次以后 他们就有信心 原来他们在抢 他们在抢 我还有一次去澳门 听说一个也是 我这个人很奇怪 旁边都是有钱人 我刚好我不太爱钱 有一位很有钱的女菩萨 公司上市的 然后我就买一些面包 师傅没问题 买多少都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他有钱的很 我买面包 我到澳门的 没有人的海岸 就丢下去 丢下去 所有的小鱼 大鱼都过来抢 他也在那边 咔咔咔咔笑得 像小女生一样 忘了他是老板 他没钱去享受 这种快乐 那个鱼在抢你的面包 心里快不快乐 你那个时候 你吃 我帮你念经 我帮你超度 就像各位我们今天买这些食物 念一下 咔咔咔咔 化为甘露 为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所有人类往生者 所有众生 父母祖先 念一下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法 供养一切身 供养所有护法善神 化为甘露 不思恶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六道友情 同享甘露 吃己解脱 我们念七遍 七遍为什么要念七遍 给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再一遍给父母祖先 圆形在主 好不好 念一下 上班三班来上班来按呼 上班三班来打叫增广加持 变得很多很多 化为甘露 上班来上班来按呼 各位看到前面的食物 那我们要念七遍 我在前面要点一个 那个所有俗油灯 这个俗油灯 佛陀说你念了ón哼悲心 输油灯就会变成极乐世界的光 最高的天 最低的无间地狱 都看到这个光 从这个光 所有众生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而且这里面有 他们喜欢吃的喝的食物 都让他们看见 所以我们念 哦三本来三本来哄 念七遍 上共下诗 哦三本来 三本来哄 哦三本来 三本来哄 哦三本来 哦三本来 三本来哄 上共下诗 圆满菩提心 众生离苦 恶鬼升天 恶鬼 信愿往生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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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度法会结束 各位 不要依靠任何人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 你在家里任何时间都可以自己做 只要你有信心 有悲心 只要你跟佛的心一样 叫菩提心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起 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好不好 太好了 各位 发菩提心佛 什么佛 佛不要念 你要说 以发菩提心 好不好 哎呀 让诸佛欢喜 各位 发菩提心 好不好 成佛 好不好 广度众生 好不好 哎呀 每一个佛都掉眼泪 那个佛就怕没儿子 没人要传承他 但是 你从现在开始 只要保护你的菩提心 就好了 你已经发了 那如何保护菩提心呢 那你去实践 波罗蜜就好了 那为了要圆满菩提心 那我们要消除我们的 吝啬迁滩 消除我们这种 伤害众生的心 消除我们这个 爱生气的心 因为这三种心是 伤害到众生的 所以一个人要圆满菩提心 不能够 念一下 永不舍弃众生 永不放弃别人 好不好 跟你老公说 你再结婚没关系 我还是爱你 因为我用佛法 叫法爱 我不是用事件的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我太太那边哭 你放心好了 我用生命爱你 我讲真的 我说我讲假的 我下地狱 只是我对你的爱 跟对儿子的爱 跟对父母的爱 是一样的 我要去爱所有的人 所以你不能把我 绑在你身边浪费 我去爱众生 你也去爱众生就好了 这样双方都快乐 至少我跟你保证 我出家以后 不会再跟你吵架了 因为没得吵了 因为一个女人爱上男人 她就会天天跟她吵架 不然她就不叫爱她 也没办法 我把心放在你身上了 所以她就痛苦了 但是各位要很认真的 去真心的去爱 但是我的婚姻 包括小孩父母 让我了解什么叫慈悲 因为我对别人没有慈悲心 因为你不会感动到 别人的痛苦 你对别人的生病 你不会痛苦 所以我看到我太太在哭 为我在哭 我也很痛苦 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看到我儿子为我在哭 我儿子很爱我 但是他一定要我出家 我感谢护法神 在我儿子身上 我如果没有出家 我可能就死了 我就会变成一个不孝子 但是我了解他们的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 我一定要精进 不然没办法给他们佛法 我想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如果你坐在纽约的一个街道 一直念观音菩萨 念欧玛丽北美佛 念到掉眼泪 为什么 好苦 他们都好苦 不管你住的是 麦哈顿的最高级住宅 还是你是公园里面的游民 都是很痛苦 不管你是天上的鸟 地里面的鱼 还是看不见的众生 念一下 轮回就是苦 对 这个轮回本来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执着 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世间所有存在的 都是变化无常 有生有死 叫生灭法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生灭的 那就很痛苦 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来 生灭灭予 极灭为乐 你内心对外在的变化无常 生生灭灭 能够超越了 随缘了 能够不主宰了 叫空性了 所以那你就快乐了 极灭为乐 极灭就是观自在 安住空性 因无所住 而且活得的目的 就是在帮助众生 这叫生起大悲普及性 所以我想身体可以死 它是各位的悲心菩提心 要让它活着 那才是我们的生命 你可以把我砍成肉酱 侮辱我 把我庙全部都给拆掉 我无所谓 但是我们的慈悲心 不能够伤害到 所以对你的敌人 对伤害你的人 起了一种不好的心态 没有忍辱 那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危机 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特别你想要帮助别人 那这个世界是末法 末法时代 孤独是你本来就要做的 你不能说要求别人 跟你的想法一样 不能有那个想法 但是诸佛菩萨永远守护你 只要你的心 跟诸佛菩萨的心放在一起 念一下 一心念佛 那你当下就是佛 各位不要管什么时候成佛 当下就是佛 因为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就有佛的身口 一起帮助众生 不要追求 也不需要放弃 这大乘佛教很重要 念一下直下承担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死以后的事情 是现在往生 当下往生 请问各位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好不好 OK了 肉体留在人间继续慈悲 心在极乐 是你心不愿意在极乐的 你心在地狱道 恶鬼道 心在爱情 在金钱 你把你自己的心 放在轮回里面 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心很平静 心也在净土里面 但是对方没有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在追求买漂亮的衣服 追求车子 追求他的美国梦 他们很苦的 所以你要对他们 升起大悲心 自己不能有烦恼 你不能把一个学佛的人 觉得我自己烦恼很重 我自己很痛苦 这不行的 因为你懂了佛法 不能如此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士 各位随时赶快念心经 好不好 心经让自己安住在空性里面 心经让自己有大悲心 不退转菩提心 所以念下来 一波罗波罗蜜多顾 能除一切苦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就是当你有智慧悲心的时候 那是最圆满的 不是说哪一个咒比较高级 哪一个法比较高级低级 这是世间凡夫的分别性 就算你会念全天下 所有的咒语跟仪轨 但是你没有按住在空性菩提心 那这些仪轨都多余了 但是也是因为在念仪轨的时候 你才容易专心 因为念仪轨的时候 我们在念 像我们出家人念 一个念 两个 十个念 不能说你念我不念 我都要念 一直念 然后一直观修 就让自己 仪轨就是不离菩提心的意思 至少在那一刻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经念佛一样 专心在佛性的状态 菩提心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回向给对方 那你什么都不会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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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 但是重点是 你要真心 阿弥陀佛来了 我心放在阿弥陀佛的心 用阿弥陀佛加持所有众生都离苦 这种大悲心 这样专心来念佛就可以了 法无高下 不分在家出家 那各位要抓住这个 那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你刚刚在念的辩识咒 我都不会念 因为我每次去餐厅 我都会交代拜托老板 老板要不要发财 那你每天拿一点点饭菜 就放在门口 他就吃到了 然后你就来念 南无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救他了 那这样你生意会很好 为什么 慈悲 然后那些晚上松鼠也会来吃 如果你又放一些坚果 松鼠拜你 所以你在屋顶上丢两片面包 那些乌鸦海鸥拜拜你 但是你这样广结善缘 你生意不好都不行 善友善报 那我想这是我 感谢他煮这一段素食给我吃 也感谢护法居士出钱出力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好处是 做个乞丐 但是内心很感恩 要保持这个状态 如果出家人 自己觉得自己 我很有钱啊 我很骄傲 那你可能就会失去 你的修行的动力 所以还是这一句话 各位都会念 来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黄金就代表菩提心 圆满的 那菩提心以慈悲心做根本 那为了要圆满慈悲心 那各位要修空性 不要光去追求空性 我发觉现在 有很多修密宗的菩萨 我要去学大圆满 我要去修大手印 这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如果你舍弃的众生苦 你舍弃的众生苦 而为了自己的所谓的成就 那你还是变成小秤的修行 我想慈悲与智慧是当下在运作的 而不是说你读佛学院或在家或出家 或是修哪一个法 是最殊胜的 因为是当下的 请问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无上法 一样法无高下 只要是为了众生的 念阿弥陀佛当下就是佛 念阿弥陀佛当下来 转凡心为佛心 以佛心为己心 我走到每个地方都要叫各位备 修行就是你要把心转过来 不要有分别 当你起分别的时候 我喜欢 我讨厌 你要赶快拉回来 当然就细的来说 当然有很多次第 各位要了解 三法印四身体八正道三十七道品 那各位要有修菩提心的次第 比如七从因果 治他平等 治他交换 这个你可以去了解 但是不要把了解当做你修行 那只是一个知识而已 那你要不要把这样的东西 用在实际的待人接物 所以我们中国人 是以待人接物做修行 所以各位你要在家里 跟你的先生太太父母子女 跟你的亲戚朋友公司老板职员 邻居都要处好 你要想办法跟他们在一起处好他们 特别我觉得万圣节 隔壁跑到那家 这个是非常好的修行方法 跟每一户人家都结缘 所以这是我很惭愧 我英文不流利 不过想想如果我会讲英文 我不会就坐在里面讲中文 我会讲到类似 但是我也觉得身为华人 我们有天生一份很特殊的 是西方人没有的心态 是我们好像有一点主动 愿意去关心别人 所以我们 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很会讲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心里都在想对方在想什么的 他很愿意去接触别人的心态 那这一点是我们华人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华人不会那么自私 我们很喜欢去关心别人 当然如果你没有慈悲与智慧 这种关心有时候会变成野心也不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 但是我们这个愿意跟众生在一起的 愿意影响世界的心态是最好的 最好的心态 然后这样的心态再加上佛法 拿摩阿弥陀佛 当愿众生都在净土 对不对 拿摩金刚波罗波罗蜜 当愿众生绝对平等 部分美国人 华人 非洲人 墨西哥人 通通都是一样的人 不凡所有像皆虚万 破我像人像 猫也好 狗也好 天神也好 鬼道也好 都是佛 都可以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也唯有佛法是 救世界 救人类 救法界的光明 那各位现在有机会 愿意听闻佛法 太殊胜了 那用点功吧 千万不能把世间的知识 一直逼你儿子女儿要考上 怎么书 逼他读一点佛书好一点 他懂了佛法 在了解世间法的知识 对他帮助就会很大 所以今天我要送给各位 两本很重要 一本 念一下 孝顺的经典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做成这样是 这个 这个带来有一点苦的 各位就是口袋书 放在身上 随时拿出来念 好不好 你可以念整部的很好 两个钟头 你可以念一品也好 宏毅大师说 念十二品很殊胜 对不对 念第四品 英国观念很好 念称佛名号品 不可思议的加持 你可以去找里面的精髓 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说 我地藏经已经读一千遍了 读一千遍看起来不像地藏菩萨 你有问题 因为我们读哪一部经典 是要去实践这一部经典里面的意义 在你的身上表现出来 读普门品要像观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读地藏经 要实践地藏王菩萨的恨愿 本愿 读阿弥陀佛要跟阿弥陀佛同行同愿 还加上一个同心同身口意 你走到的地方都让它变成净土 你走到的地方 你都转化它成为阿弥陀佛 所以希望大家以这样去看 然后呢 最好各位也能够请到白画的地藏经 漫画的地藏经 我们都有印那些DVD 为什么要让你的儿女看一看 我们还加英文呢 了解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是最重要的入门 信英国 信夜报 信轮回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归一三宝 进一步学地藏王菩萨发菩提大愿 等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成佛道 伟不伟大 太伟大 最后一个成佛的众生 就是地藏王菩萨 永不可能成佛的众生 就是地藏菩萨 事实上 他早成佛的 这种心态就是佛的心态 但是 世线神繁复啊 不断的在孝顺众生 那我想这是读地藏经的意义 还有一本是 我上回有带过来 不过他们也翻成英文了 中英文 那这里面是 他们从我的一些演讲里面抽出一些重点 重点 然后我看了以后也很赞叹 这是我说的吗 可能在台上我就忘了无我了 但是至少它符合佛法就比较重要 因为特别讲的是慈悲心菩提心 这是佛教的根本 然后等下也要发给各位这个宝贝啊 这个宝贝 你只要身上带一个 不得了了 往生的时候保证去净土 谁碰到你的身体 谁消业这样 把佛的功德放在你身上 不分哪一个咒语 但是一个有六个咒语 三个有十八个咒语 三个就是意思说你给你家里人带吧 那还有卡片 这个卡片上面印的也都是咒语 还有放在手机上的 后面还有简单的书名 就是希望大家 当然如果这几天法会 各位通通有来 你就会拿多一点 但是麻烦你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 然后你也不要身上呆叠 一个就够看了 在摩托干嘛 那你就分送给别人了 但事实上 最重要的是你的菩提心 如果你内心里面保持慈悲心 念一下 归佛 法菩提心 归法 按住空性 归身 慈悲众生 这是我们归三宝 就在追求这三个心态的圆满 这三个心态圆满 那你就成佛了 任何一个法门 不分汉传 藏传 南传 它是一个方法 方便而已 而不是说这个是最好的 那个不好 你可以用不见得别人可以用 所以各位要抓住这个重点 对一切法 我们都尊重 只要他能够帮助众生 我们都学习 法门无量 四元学 为什么 众生无边 那众生太痛苦了 因为烦恼无尽 所有的众生 都是因为烦恼 所以帮助众生解决烦恼的方法 你都要学叫法门 无量四元学 那能够圆满帮助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唯有成佛 佛道无上四元成 那各位要把你生命转个方向 好不好 世间随缘 但是努力追求成佛之道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放心好了 你越努力追求佛道 世间的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 护法天神都来护持你 他护持你他有功德啊 他会让你世间所有事情都很顺利 只要你能够持戒发菩提心 对不对 那持戒就是菩提心啊 修忍辱啊 不生气啊 不要骂人啊 所以最后时间 我要来传授给各位 十善业戒 好不好啊 因为既然要讲发菩提心 那佛陀说了 身口意十善法 是诸佛成佛的原因 也是菩提心的根本 如果你讲菩提心 你身口意 没守这个十善业 还在造十二业 那就不圆满了 所以那希望大家 身口意清净 所以不但我们受戒 也希望 来 来 当愿三宝加持 所有有情 法会内外 有情孤魂 累劫累事 冤千债主 同来到场 发菩提心 各位念 归佛 归法 归生 愿为三宝弟子 直至成佛 不伤害众生 保护所有众生 同臣佛道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然后呢 我们要从三宝的加持 得到十善业 十善业就是身体有三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还是消极的 不造十二业 进一步要做十善业 不杀生 常行救护生命 所以各位要去帮助老人 帮助鸽子 好不好 帮助松鼠 帮助鱼 乃至做烟共 我都教各位施食 能够救多少 救多少 那些海鲜水产店 你救不了 帮他捏捏佛 杀杀干入水 让他最后一世痛苦了 能够救几只 那就救几只吧 然后 第二条 不偷盗 常行不施 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不要浅滩 第三条 不邪淫 常修犯恨 希望各位多守八观再解 初一十五 身体有这三条 嘴巴有四条 念一下 不骂人 不骂人 多说好听的话 不骗人 多讲真实的话 不两舌 多讲和和的语言 不齐语 多说利益的语言 再来 心里有三条 不迁滩 常怀思舍 不要吝啬 想着我如何不死不死 第二 不称慧 恒生悲悯心 不管对方怎么伤害我 我也不申请 我只是黏悯对方 希望对方好 再来 不邪见 正信因果 好 那各位了解了 我来念 各位就说 能词 好不好 那叫十善业戒 那我想各位 以十善业做基础 来念佛 发菩提心 没有问题了 这辈子解决了 守五戒 不会堕落三二道 修十善业 可以生更高的天 乃至呢 修十善业 至少可以中品往生极乐世界 再加上发菩提心 上品往生 这样最好 所以来 各位 第一条 学习诸佛 不杀生 救护生命 不杀生戒 能持佛 那你就有护法神了 你就改变命运了 第二条 学习诸佛 不偷盗 而且呢 常怀不失 帮助众生 所以不偷盗的戒律 能不能持 第三 婚姻关系要好 家庭要和谐 不邪淫 不但如此呢 常学诸佛犯恨 诸佛菩萨是断除难理淫欲的 所以 那各位 当然慢慢做 初一十五 一个月六天 等等等等 乃至 你可以一个月 修很久 所以各位来 再来 不惜淫 常学犯恨 能不能持 再来 嘴巴有四条 第一条 不妄语 常说真实语 能持佛 第二 不恶口 常说柔软语 能持佛 第三条 第一条 第一条 不恶口